大家好,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军在巴赫木特方向形成了突破 现在的情况,俄军在巴赫木特 俄军的先头部队就是瓦格纳公民兵 现在已经进入到巴赫木特的南郊 大家可以看,在巴赫木特的南郊 那瓦格纳公民兵在巴赫木特的南郊 已经和乌军展开了巷战 那么截止莫斯科时间 2022年的10月3号晚8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条战线上 和俄军发生了激烈战斗 在巴赫木特、波克罗夫西克、巴赫木特 到韦塞利、多纳利、扎伊采沃、维尔西纳 科德玛、克列石切耶夫、尼古拉耶夫卡 库尔九莫夫卡、比尔洛夫卡、亚科夫列夫 都发生了激烈战斗 目前俄军并没有失去阵地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乌军第93旅的一个坦克连被转移到前沿阵地 那么俄军随后击毁了10辆坦克 在巴赫木特、瓦格纳、孤雲军和乌军第53旅进行了遭遇战 乌军人力损失巨大 决定撤离 并向切尔卡瑟地区后撤 现在乌军已经撤离到切尔卡瑟 而且增加了不少 在巴赫木特方向 乌军之所以无法反击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包括第30军 第30军在内的乌军的主力部队被调往了利曼方向 就原来在克勒马托尔斯克、斯拉布扬斯克 乌军的主力部队主要在巴赫木特方向防御 那么现在利曼方向形成了新的突破 那么乌军的主力被调往了北部利曼方向 包括第30军 乌军的一大部分的预备队也被调往了北部 所以乌军现在在巴赫木特方向 兵力空虚 所以乌军在这个方向停止轮换 因为停止轮换 前线的很多的乌军得不到修整 得不到补给 所以现在乌军在巴赫木特方向 节节败退 那现在乌军从康斯坦尼诺夫卡附近 还有多纳利 多纳利在哪? 在南部地区 康斯坦尼诺夫卡在这 包括南部地区的多纳利方向 正在和俄军发生激烈交火 那么乌军的预备一部队呢 实际上也很难向这个方向增援 那如果未来呢 俄军加大了对巴赫木特的进攻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会夺下巴赫木特 那也就是说在顿尼斯克的北部地区 俄军就突破了巴赫木特防线 那现在甚至呢 乌军出动了第十消防队啊 消防队都出现了 在南郊啊 和瓦格纳公兵在作战啊 在南郊 这是巴赫木特的消防队 第十消防队啊 消防队拿起枪 和瓦格纳公兵在巴赫木特南部作战 可以看到乌军现在整个的人员 损失是比较大的 一部分乌军的主力调往了利曼方向 那现在呢 乌军在南郊 埋设了地雷 并进行这个轮换职守 防止巴赫木特公兵 向巴赫木特纵身前进 这是现在呢 巴赫木特的情况 哎呀 消防队已经上了啊 那说明这个巴赫木特方向 确实人员啊 人员现在出现了这个困难 那么在利曼啊 在库布扬斯克 我之前讲过 实际上乌军的主力部队 已经全部集中在哈尔科夫前线 那包括南部 顿涅斯克 包括基辅 实际上兵力空虚 那么乌军现在实际上呢 全部的主力都集中在 利曼集中在哈尔科夫这一线 所以我说啊 俄军下一步如果能够在巴赫木特 在斯拉伯扬斯克克勒马托尔斯克南部地区 形成突破的话 反而能够把乌军从斯拉伯扬斯克克勒马托尔斯克 调出来 从这个防御阵地调出 调到哪儿 调到更空旷的 北部 卢干斯克北部地区 这个地区实际上作战的话 乌军没有现成的防线 没有现成的防线 所以反而乌军进入了俄军的一个陷阱 你看到现在的情况了吧 所以我说呢 未来的战况还很难说 那后续呢 我会持续关注巴赫木特最新的一个情况 如果巴赫木特被俄军拿下的话 那么斯拉伯扬斯克克勒马托尔斯克南部地区 包括军师坦尼罗夫卡这个方向 很难防御 那乌军很可能从利曼方向后撤 后撤到斯拉伯扬斯克进行防御 实际上双方就要在整个的哈尔科夫 顿捷斯克 卢干斯克 整个一线进行什么 进行拉锯战 那这个战场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我会持续关注 这就是今天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